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,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,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,回到家中,王之棠兴奋的情绪,久久没有平息下来,对于这次冒险的行动,他事先连妻子也没有告诉,原已做好了丢官发配的准备,不想今天一站告捷形势,一下子变得非常有力,他又仔细揣摩了张超的供词,感觉没有什么漏洞,为了时早日查清幕后人, 他忘记了熟人一口气写了一道三千多字的截帖,把前因后果叙述得非常清楚,最后又特别强调事发于东宫,或起于萧强,张杀无封边之状,恭为有引路之人,此案不招天理难容,应依旧利护佛凶犯与文化殿前举朝共审,或发案于九经科道三法司会堪,物令指使者陷于天罗帝网之中无以逃脱,却必站起身来信手推开双飞,一股罪人的清香立刻慢见, 这时他才发现下一身了,院亭中一株枝叶繁茂的扫树,坠满了淡黄色的小花,紫禁城内的前青宫,今天显得异常宁静,宫额内侍们走路静悄悄的,似乎怕发出一点响声,阳光斜照着挂在宫门上的大株帘子,在殿内投射下斑斑勃勃的阴影,摆在遇到两侧的几盆大石榴, 正在斩包怒放,玛瑙一样红的花朵在枝间摇曳,似乎在倾听殿内万里皇帝的叹息声,从早上到现在,万里已无缘无故地发了三回脾气了,公额们都知道他是为了停机案而伤脑筋,所以一个更加的小心翼翼,连大气也不敢出,万里昨天就收到了,游行不是狼章问答,带成了王之堂的接替, 这小小的接替,简直就是郑贵妃的催命符啊,与此同时他还接到了东场密探送来的一份秘章,章中写到王之堂的截图内容,已传遍京城,街头巷尾议论纷纷,都在指示郑贵妃谋杀太子,正阳门外的一家茶馆而已,还有人把王之堂沈章刹编成了曲子,当众演唱,这就更令万里烦躁不已了,那可爱的郑贵妃,昨天来到了昆明宫,默默地请了个安就走了,万里 发现他花容憔悴,脸上似乎有泪痕,心中更加怜惜他,但是又苦无良策解脱,他今天早上来到钱金宫,发现追问此事的走书,已经堆成了小山了,其中行人司政路大寿的书文中,已经毫不隐晦地使用了奸切二字,矛头直接指向郑贵妃一家,对于这些走书一概流中道也无所谓,但街头巷尾怎么办呢,啊内阁催文怎么办,太子前来哭诉又该怎么办,万里简直 只是手足无措了,这时司礼间太监又前来禀报,百官群距于五门意外,恳请万岁临朝万里烦恼地摆了摆手说,爱就说朕龙体欠安不见,灵理太监又轻声发问,那东宫平皆按如何批评万里,无可奈何地说着,着力不会同时三思官会审,灵理太监退出后,万里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,一下子颓然地摊在轮椅上, 遵照万里的旨意,刑部汇集了十三思的官员,连通对案情较清楚的王之堂胡石像赵慧珍等人,于五月二十一日对张开进行了大会审,在气氛森严的刑部大堂上,张差再也没有抵来推脱的勇气了,供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细节,比如马三就名叫马三道,李村的李太监名叫李守才,因他进京那个不肯透露姓名的太监, 是去冀州监督修铁瓦场的那是庞保,他来京时住过的那所大宅子,位于朝阳门外宅子的主人,是宫中太监刘成,当问到是谁叫他进宫打人时,他毫不隐瞒地说,就是庞保和刘成,而且只明让他打死小爷,告诉他你打了小爷你就吃穿不愁了,最后追问到同伙儿他才知道,他进京行凶的是一行五人,其中有他的姐夫恐到暗自审到这里,已经算是水落石出了, 那庞保留城都是郑飞手下的亲信太监,至于他们让打敌小爷,就是平日里太监对东宫太子的习惯称呼,郑贵妃指使行凶已毫无疑问,但为了坐实人证,行不而还建议大理寺都察月抒情万岁,准宇到内庭去把庞保留城抓来对治,消息传到皇城后,郑贵妃几乎支持不住了,她费尽心思策划了好几年,好容易才拟定了这样一个自杀计划,不想被庞保留城搞成了这个样子, 郑贵妃深深的了解庞保和留城了,这两个笨蛋生性色力内人,一旦被抓去审问,如何经得住三大法师那严厉的追问呢,到那时自己身败名列还不要紧,连自己的父亲兄长,也会被一网打尽,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啊,她思前想后,感觉到实在是没有什么退路可以走了,目前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位, 对宠幸自己的万里皇帝身上,想方设法求她从中落选,但是她又觉得此话实在是难以启齿,正在为难之际,店外传来了脚步声,一名公额轻轻地走进来,并抱上驾道,郑贵妃心中感到了极大的宽慰,慌忙抹去泪痕,往脸上淡淡敷了点胭脂,立刻显得花容俊秀, 媚太百生,这时万里已经走进了暖阁来了,朱长洛从小就受皇帝冷落,在孤寂的环境中长大,形成了一种懦弱多愁善感的性格,端午节前夕被张才行自下的魂不附体,这几天又被外界的舆论扰得坐卧不安,虽然群臣的言论都是护着她的,虽然她也知道,这次谋杀一案与郑贵妃有关,但她总感觉那些奏折,都不自觉地把自己和父皇放到对立的位置上去了,这样一来, 即使惩治了郑飞,自己也只能落得与父皇结怨的结局,所以她倒希望群臣不要再追究什么元凶,只要西氏宁人各方面都相安无事就好了,因此她不断与太夫们商量,企图找出一个既能平息中路,又不得罪父皇的两拳之法,只是还没想到圆满正在发愁,宫门外却传来了一阵警报声,娘娘驾到,她不明白,这位挤兑了自己二十年的郑飞,为什么会来找自己, 还没起身,玲珑已被高高掀起,郑贵妃在一大群公俄才女的簇拥下走进门来了,太子也不敢怠慢,慌忙起身迎接,郑飞今天穿了一件香绣白鸟嘲凤蛋绿甲长袄,下着鹅黄色撒花白褶裙,头上戴着金丝脆脆朱叉,面容雍容体态恶挪,恍若仙女一般分外引人注目,她进的宫来,太子便挥手令内侍回避,当殿内侍剩下两个人时,郑贵妃猛意屈膝, 深深地向太子拜了下去,太子没料到她会下拜,慌忙也跪了下去,用手搀扶着贵妃,却见郑贵妃已伸出一双,尖尖玉聪般的小手把自己扶了起来,太子暗暗赞赏道,还真是一位绝世佳人呐,郑飞亲戚朱唇音音而语,蒋明二十年来自己对太子是万般的尊敬,平纪一案时与郑事无关, 如今群臣乱意,众口纷纭,弄得自己有口难辨,有冤难深,只好向太子表明心计,请太子看在皇上的面儿上,出头就依旧他,说到这里郑飞是朱泪横流,气不成声了,朱长洛被郑飞这一哭,弄得六神无主,他本是个心地善良的人,况且早就希望结束这件凡人的案子,就十分恳切地说恶皇阿娘放心,本宫一定亲自出面劝说群臣,不要再追什么默默, 后人了,郑飞仍然大不放心,恳请皇太子写道令旨,皇太子也不推辞,立即传唤他读书的太监王安禁殿,草书了一道文书,严明平接案,郑勋章差几拿货,把他正罚也就是了,至于所谓幕后人员,孰子须乌有群臣,不必再纠缠不休,文书写吧,让郑飞看过当即用印发下去了,郑飞这才破涕为笑,千万谢的词别回宫,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咱们明镜看过当即用印发下去了,郑飞这才破涕为笑,千万谢的词别回 一件故事接着讲,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,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,郑玉腾也不去擦血,一拳弓向洛飞洛飞头一天正要闪过,哪只如玉腾拳到中途忽然收回,华为走向洛飞攻了过去,这正是洛飞刚才用的拳法,洛飞哪里知道他会变招历史就挨了一周,两人再度交手,郑玉腾使出的招数,竟然都是洛飞刚才用过的,而且用的更加灵活小妙, 洛飞再也没有了还手的余地,一下就被打倒在地,洛飞鼻青脸肿的滚下擂台,趴在地上大哭起来,爹啊这个白眼狼用咱们家的拳法打败了我爹啊,这个白眼狼用咱们家的拳法打败了我,你养了个白眼狼啊,卢玉腾依旧是不失风度,上前将他搀扶起来,说道兄弟你认错人了,我是刚才看你拳法精妙,趁着被你打低时候学了几招,这叫一笔之道还是地深, 洛飞一把甩开他,你这个白眼狼让我爹收拾你,转身跑出了西院,吴洪义急忙跟着他跑出去,将他劝阻,问他为什么喊卢玉腾姐夫,洛飞像个孩子一样,哭哭啼啼的说他不叫卢玉成,叫你小棠是我爹的徒弟,也是我的姐夫,我爹年轻的时候在阿拉伯留学,跟日本的一个柳生家族比武, 双方站成了平手,他们互相约定各自训练,一名弟子进行比武,我爹那就训练了我姐夫,把我姐夫送到阿尔国,后来柳生那边发来电报,说我姐夫比武的时候被尸首打死,哪知他竟然柳生家族,吴洪义立时想起了今天的报纸,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,问罗飞你不是还要找李晨姑娘吗,提起李晨姑娘, 罗飞立刻就不哭了,说不是认错人了吗,吴洪义笑道虽然认错人了,但这小姑娘也挺好,不是罗飞傻笑着点点头,吴洪义接着说,那咱们就保护他,我今天见他印堂发黑,要想他会有血光之灾啊,罗飞惊叫一声,你还有这本事,吴洪义掐算一番,一本正经的说不错就在今晚,我们就在他家门口蹲守,看看今晚能发生什么,好啊,罗飞立刻来了兴致,完全忘了他, 他姐夫,吴洪义打电话给李世青,说服他把女儿送到一个平常很少走动的亲戚家,当晚呢,吴洪义和罗飞在他们家蹲守了一个晚上,结果却是一夜无睡,罗飞一路嘲笑着吴洪义算得不准,谁知他们刚回到警局,就得知了城外发现一具女尸身上衣服全被扒光,脸上的皮肤也被人割去,完全的无法辨认,吴洪义眉头与皱,立刻给李世青打电话,要他派人前来认识, 李世青的管家赶过来一看尸体,就认出这是他们家的扫地的女仆,他疑惑的说,这个女仆刚刚下班,怎么可能死在小树林里呢,吴洪义长输了一口气,拉住罗飞说,走我们看你姐夫去,他们到了戏楼,卢玉曾依旧威风凛凛的站在台上,脸上昨天被陆飞打破的地方,贴了一个膏药,几个上台比武的都被他一一打倒, 最后竟然无人敢再上台比试,金战龙走下来,站在台上对众弟子说,既然没人来比武比赛就到此为止,明天就举行掌门交接一事,弟子们一阵掌声,卢玉腾向四周之一,落飞一撇嘴骂的伪君子, 吴洪义说咱们一会儿跟着他看他到什么地方去,众人都散去后,两人就远远的跟在了卢玉腾的身后,经过一所女校门口啊,卢玉腾忽然站住不动了,正直放学时分,女学生正叽叽喳喳的往外走,若非不由看傻眼了,忽然他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一个人,对吴洪义说,那那不是李晨吗? 吴洪义顺势望去,果然是李晨正说说笑笑的和同学告别,在一扭头,只见卢玉腾的眼睛也盯在了李晨的身上,他几波走过去一拍卢玉腾的肩膀说,师弟你在这里干什么呢? 卢玉腾转头看见他下意识的摸了一下脸上的膏药,说我到前面去换一副膏药,说完静直的走了过去,吴洪义拉着洛飞跟着他,前面果然有一处膏药垫,都是主治跌打损伤的,他和洛飞这才离去, 第二天一大早吴洪义就赶到了戳刀门,这里张登结彩,正在迎接掌门交接的大事,弟子们都站在眼无场上,金战龙也是一身新衣,双手捧出了历代门主相传的黄金错刀,对众弟子说我错刀门虽然是个江湖门派,但祖师爷创立的宗旨,却是京中报国,一旦国家有难,你们都要不惜一死的来捍卫宣言,知道吗? 众弟子齐声回答了一声,知道金战龙右手金错刀,有106路刀法,我已经传授给你们105路,这最后一路名为横刀飞剑,名字听起来古怪,招式却是非常的凌厉,杀伤力极强,这也是为什么只传掌门的原因,我不传你们,希望你们理解。 众弟子齐声回答了一声理解,接着金战龙正侧的掌门交接仪式开始,卢玉腾走出来,脸上还贴着那块膏药,他冲众弟死于拱手,转身面向金战龙跪倒,双手举起就要接刀,吴红义突然大步跑出来,一把将他脸上的膏药接了下来,卢玉腾正全神贯注地接到,猝不及防之下被他得手急忙站起来,却见吴红义手上,不光拎着一个膏药,还有一张脸皮, 众人这才发现,卢玉腾完全变了样子,竟然成了个麻子脸,吴红义大声说,刘生永吉你还有什么话说,卢玉腾气急败坏地说,巴嘎竟然是阿尔伯的话,他终于现出原形了,吴红义对金战龙说道,师父这是一个阿尔伯的奸细,真名叫刘生永吉,刘生家本来是日本的武术名家,和咱们保定的洛家有五月,五年前洛家派去和刘生家比武的人被他们杀害, 刘生永吉就包下了洛家人的脸皮,做成了人皮面具,根据情报,他们家已经和阿尔伯的军方联手,这次他拜你为师,就是想掌握我中华武术的精髓,为阿尔伯训练军队将来好对付我们。 金战龙大惊失色,一把将金错刀抓在手里说,幸好没有把最后仪式交给你,不过今天你也别想离开这里,众弟子顿时拉起架是听师父的号令,柳生永吉道也不慌,问吴红义你怎么发现的这些,吴红义得意地说,那天在台上你被洛飞击中灭门,竟然血流满面, 洛飞那胳膊肘怎么可能风里如刀,当时我就怀疑你戴了人皮面具,洛飞只是打坏了你的面具,你怕大家识破,这才故意用指甲划破了脸,我又联想到最近的包皮案,并是因为你的人皮面具要更换,否则就会变黑变臭,由于需要的肌肤必须上乘,所以呢,你才会去割那些少女背后上的肌肤,柳生勇气点点头,不错吴红义更加得意,接着说,虽然你一向谨慎, 从来不在京城作案,带你千不该万不该的到宝定去,因为和你家比武的洛家就是宝定的,而且洛家有个憨厚的儿子,陆飞他虽然笨,但但做事情却是不撞南墙不回头,竟然跟着你一直从宝定追到了高杯店,你害怕他追到京城路线,于是就在那化妆城一个女人引他上钩,用民药将他放倒,你怕节外生枝就没有杀他,那件女装估计是你化妆城女人踩点而使用的, 你忘了曾经在衣服兜里放过纸条,那个纸条上记着的就是你准备应及时割皮的对象,也就是税务局局长的女儿李晨,那天你的面具被陆飞打破,你没有时间出城,我就知道你要对李晨动手了,你杀了扫地的女仆混入李府,结果呢,李晨没有在家,于是第二天你又跑到女校的门口,却不想被我撞见, 就只好作罢,她的这一番讲述如同评书一般精彩,柳生永急竟然鼓掌声真聪明,让我功亏一篑,她忽然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枪,不过就靠你们的功夫能挡得住我吗?她把枪对准了金战龙说道,虽然我没学过什么横刀飞剑,但是大家都不会,我只要杀了你,从此就没有人会了。 金战龙长叹一声,突然一刀砍在了旁边的桌子上,众人还没有明白过来,就见墓穴四起扑向了柳生龙击,再看时柳生涌进喉咙上,已经插满了墓穴,鲜血涌出,当场拒绝,她满脸惊异,想必是致死,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,金战龙把刀轻轻放下,对众必死说,这就是横刀飞剑用极快的刀法击中衣物,使其飞剑如同飞剑射出,弟子们奇奇地叫了一声。 那天的仪式还是如期举行,接受掌门之位的是吴红毅,金战龙说如今不光要靠刀法,更要有头脑,就让红毅带着大家向前走吧。 原告先报上名来,高个儿汉子说回禀大老爷,我是原告小人姓无名利,矮个儿汉子说,大老爷,我是原告小人名叫周贺,是我告他,李清佩觉得很蹊跷,两个人都是原告又都是被告,看来这桩案子恐怕要有些棘手。 李清佩把两个人打量一番后,对矮个汉子说周贺,你先说吧,周贺手指着吴红毅说,我借他十两银子跟他要不但不还,还赖账,请大老爷给小人做主吧。 李清佩问吴红毅道,周贺借你十两银子,为什么赖账不还?吴红毅说大老爷言之差异,周贺借我十两银子,他应该还我才对,为什么要我还他银子? 李清佩一想,对呀便问周贺说你借他十两银子,为什么不还给人家?反倒向人家讨账,周贺说不对不对,大老爷是他借我十两银子,不是我借他十两银子。 李清佩一下被弄糊涂了,萨摩萨摩这话就像绕口令似的,正说反说意思好像都一样,到底是谁向谁借了银子,谁借给谁银子? 根本分不清,老祖宗发明话语时,咋这样糊里糊涂马马虎虎,现在一无忠人二无自知,究竟是谁在赖账? 知县李清佩到底是个聪明人,经过反反复复的琢磨,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鬼八卦字,于是便对两个人说,你们先回家去吧,本县一定要查清,谁借谁带公平断案。 过几天后李清佩先传来了周和,对周和说,本县已将案情查清,是无理向你借了银子,经过审讯无理无理,已经承认,并将十两银子送到县衙,你将银子拿回家去吧。 李清佩说吧,便命人将十两银子交给了周和,周和接过银子,不声不响地给李清佩磕了头,便起身走了,紧接着李清佩用命人传来了无理,对无理说,你与周和借银一案。 本县已彻底查清,确实是周和向你借了银子,周和已招任并将银子送到县衙,现在你如书领回吧,无理接过银子,满脸喜悦地叩头道谢大老爷,大老爷真是一位大清官,明辨是非断案如神,小人感恩不尽,愿大老爷步步高升。 无理谢国之宪后,高高兴兴递下了大唐,无理一脚刚迈出门槛,李清佩首拍金堂木大声喝道,好个狡猾的无理,你给我回来李清佩命两个牙衣,一左一右地将无理拖回大唐,一声吼道好你个恶徒,借银子不还,还想额外赖人家的银子,时事可无至极,原来拉下去重达五十大阪,无理一听下的浑然战力,扑通跪倒连连叩头道, 大老爷开恩小的知罪了,是小人心术不正,借银不还,反来因以后再也不敢做这种亏心的事了,李清佩道你既然知罪,速将银子如数还给周和,为惩戒你日后改恶从善,本宪令罚你铜钱一千五百文福州,何以为借贷之利,无理扣扣起身回家筹办银钱,原来这是李清佩的是一条妙计,通过谎说中和无理双方都认了账,还了对方银子, 借此观察两个人的态度,周和收了银子后,并没有感到惊喜,也没有对支线表示感激,因为他觉得无理,本来借用了他的银子支线,理应如此判断,所以他收了银子后,对李清佩连个谢字都没说就走了,而无理却截然不同,无理妹良心借银不还,又白得了十两银子,心中自然欢喜,因而对支线连连撑谢叩头不迭,并大赞清官,李清佩心里就乐乐至此, 这桩赖银暗以是非分明